截至到10月9日 本次巴以冲突计划已经造成了1600人的死亡 超过4000人受伤的惨状 就在所有人都等着以色列和汉马斯正式爆发战争的时候 汉马斯一方却突然提出了一个非常让人意想不到的说法 汉马斯本次作战目标已经实现 愿意与以色列就可能的停火进行协商 你这火箭弹都打了 俘虏也抓了 人也杀了 双方都在城市里打得不可开交了 你现在说愿意接受停火 并且对政治对话持开放态度 这就很让人奇怪了 你哈马斯这次通信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总不能真的是好以千枚火箭弹给虐节来一下狠的吧 当然驱逐以色列这个最终目标 巴勒斯坦现在肯定是做不到 所以本五看了一下最近的国际新闻 找到了一些可能性最大的目标 第一个目标就针对沙特阿拉伯 那各位可以看吗 沙特前脚刚说 因为本次巴以冲突的原因 终止和以色列的和谈 后脚哈马斯就宣布他成了目标 这就很有意思了 最近美国在尝试实现沙特和以色列的和解 两国都开始讨论建交问题了 而就在这时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又打起来了 沙特的目标呢 是要成为中东地区的戴头大哥 如果沙特继续和以色列和谈 就等于抛弃了巴勒斯坦的穆斯林兄弟 那他也就失去了成为伊斯兰世界化石人的资格 在沙特之前 伊斯兰世界的化石人是埃及 而埃及在中东战争期间被打服了 直接抛弃了巴勒斯坦 所以直到现在 他们在中东也说不上话 所以本虎觉得哈马斯这次作战 就有可能是相装武剑意在拍弓 想要逼迫沙特重新下场 毕竟巴勒斯坦是什么体谅 以色列又是什么体验 哈马斯自己也清楚的很 想要长期和以色列打下去 没准备是不可能的 第二个目标呢 各应美国 如果是现在有谁能让以色列捏着鼻子 哈马斯坦呢 这个人就只能是美国了 现在美国面临着一个严重的问题 根据美国自己的估计 美国需要保持2.5线的作战能力 但一个俄乌战争让美国露了老底 现在的美国经济工业最多只能支持1.5线作战 所以中东东亚俄罗斯只能三选1.5 现在伊朗胡誓旦旦 俄罗斯蓄势待发 如果美国人不管中东乱局 那么俄罗斯立刻满血复活 东亚这边你也别想要了 但问题是如果美国人逼着以色列和谈 前几天拜登说出来的话 你怎么说出来 你就得怎么给我吃回去 别的不说 首先美国国内的犹太集团 你就没法安抚啊 其次犹太人吃的大亏 而且这个亏比赎罪的战争吃的还大 这几天里死的人比过去几年加了一起死都多 美国人真的敢在这个时候 按着以色列的脑子让他们和平吗 如果美国人真想蹚这趟浑水 那么他们和沙特一样 玩命二选一 怎么都得选一个 至于巴勒斯坦怎么样 巴勒斯坦人自己不在乎 这么说吧 现在的巴勒斯坦人和生在监狱里面 已经没什么区别了 日子过的是生不如死 对他们来说不管是和平还是活着 都已经是无所谓的事情了 唯一要做的就是复仇 对上来说的这种事了 对上来说的就是复仇